好 请看一下 不定 唯要当时 世生如毒蛇 如怨贼 如空聚 因戒逐入 所共合成 好 先看这个 这是以六种法义来开显身体的过患 首先谈世生不尽 这世念处首先就关身不尽了 我们的人的身体从头顶到脚跟 就是一层皮包裹 这层皮下面的东西是污秽不堪 所谓三十六种不尽之物 外相有实 内相实 内含相实 这个污秽 秽恶就像 比喻成一个皮袋子 里面装满了大粪 粪便 然后把这个口子扎好 扎好 把这个皮袋子的粪便给你 你愿意要吗 你就肯定 哎呀 这太误会了 你那个皮袋子的大粪 人还可以接近了 人的那种大粪比这个还脏啊 那个皮袋子毕竟还扎了个口啊 我们这个皮袋子没有扎口啊 上口下口都没有扎紧了 所以九孔都留着不尽了 那更是不能接近了 所以大致都能想有五种不尽 首先是深处不尽 你这个深很臭秽 不是从莲花生的 你是胎生的 这个胎就不干净了 种子不尽 你的神识是借助你的 那个淫欲的心 父母的这种精学 这个三种缘分 凑合 这是你的邪念之想生起来的 种子不尽 第三是自信不尽 你的这个身体是四大构成的 这个地水火风 它的这四大本质就是不干净 用大海水来洗这个四大 就是把它洗到最后一个微尘 这个微尘都是不干净 误会 那第四是自向不尽 你就是九孔都留着这个不干净的东西 究竟不尽 究竟不尽就是 终归要死 死了就是尸体 那个尸体还赶不上 猪狗羊的尸体 这个人家那个猪啊狗啊 羊死了 你拿 还能卖点钱呢 你人死了 你拿一个人头去卖钱 人家吓得跑啊 你还不如羊头猪头呢 究竟不尽呢 我们是这样的一种样子 好 这就是慧恶充满了 要看清楚我们的身体啊 视身是虚伪 这个身体很虚假呀 虽然你要天天洗澡 要洗干净 因为他通生不都是污秽嘛 所以汗出的臭汗啊 这个污垢啊 你不洗澡不行啊 要沐浴啊 身体的那种很丑陋 就得要穿衣服啊 身体你这个 有余生俱来的 这种恶病啊 四个小时你的饮食 没有饮食 你支撑不了这个身体啊 那对这些都要做 不尽之想啊 虽然你千方百计 沐浴洗这个衣服 饮食 睡眠 现在人 对这个身体的虚伪 还看不清楚 还要在虚伪上 再加虚伪 美龙 单眼皮要搞个伤眼皮 踏鼻子要搞个高鼻子 现在美龙 女同胞 美龙 她本身就有这个烦恼 现在连男同胞 都开始美龙了 她不知道这个 必归磨灭 这个身体 终究是要磨灭的 是会死亡的 无偿的 世身就是 灾难 聚集之地 因为这身体就有灾难 百亿病 老世大 只要有一 有一大 不和谐 她就 百亿种病就起来了 就会让你 这个发烧 这个 打蹭 就在那里 经受病的苦恼 世身如秋井 围老鼠壁 秋井就是秋须枯井 我们身体就像个枯井 对这个佛经 有一个公案 这个公案很贴切 对生命的观察 太精辟了 说有一个人 得罪了国王 那得罪国王 那还到底要 可能生命不保啊 他就逃命 国王看到他逃命 就派 就放罪相 来追 追赶他 那这个人 很恐怖啊 这个跑也跑过 不过罪相啊 就看到前面 一个枯井 他就自己投到枯井里面 这个枯井的 一半的地方 有一根腐草 就是腐烂的草 这是最后一根 救命稻草 他就用手赶紧抓住 这样身体就悬在中间了 至少没有掉下去了 再一看下面 那个井底 有恶龙 张开大口 吐着毒气 等着他掉下来 这个旁边 还有五条毒蛇 向他要攻击了 再一看 那个腐草根呢 有两只老鼠 一只白的 一只黑的老鼠 在咬那个草根 那个草根 被这个老鼠在那咬一咬 即将要咬断了 这一咬断就麻烦了 就不掉下去了 掉到毒龙口里 上面那个大象 已经到了井口 再看怎么 把这个罪人给弄上 那这个人呢 那当然就非常危急了 非常害怕了 那肯定从保命的立场 他还怎么找到一条 稳妥的保命的方法呢 应该全心去思考这个呢 但是 却有一个现象出现 井口上有一棵树 树上呢 有一个蜜蜂窝 就有那个蜂蜜啊 滴下来 正好滴到这个人的口里 这个蜜蜂一滴 他一品尝 很高兴 心花怒放 由于执着这个蜂蜜的甜味故 他把当下的危险的环境 都忘了 没有恐怖心的 享受他当下的蜂蜜的甜味 这个公案 他有法意了 这个枯井代表生死 罪相代表无常 毒龙代表你下一生 要下三个道 五条毒蛇代表你的五阴 腐烂的腐草代表你的命根 黑白二属代表白月黑月 时光流逝啊 逝者如师夫啊 这个蜜蜜 那一滴一滴的蜜 代表五欲的快乐 所以众生得到了五欲的那点 蜜蜜就忘记了 生死的轮回下三个道的苦了 也不害怕了 看看我们就是这样的众生了 在这个生死的枯井里面 衰老年年逼近我们 死亡常常碰面 但是我们对这个蜜蜜 对这个死亡 视而不见 每天一点五欲的快乐 把他高兴坏了 幸福的生活甜奴蜜 忘记他危险的处境 再下面 世身无定 唯要当死 你看这是一个非常直白的真理的呈现 这个身体一定会死亡的 而且死亡的日子是没有定期的 你不知道哪天是你生命终结的时候 我们等死亡来的时候 手忙脚乱 没有准备啊 连世大师在讲一个 阎罗王派狱主 把一个老人找过来了 那老人就死了 那老人说 你对阎罗王说 你要我来 你事先给我通个信呢 怎么就忽然把我抓来了 阎罗王说 我已经跟你通了三封信了 他说哪三封信 我没接到啊 哪三封信呢 你牙齿掉的时候 给你发的第一封信 正好我上个礼拜牙齿也掉了 我就想到 阎罗王把那一封信过来了 你头发白了 皮肤皱了 走路颤颤巍巍了 这些都是阎罗王给我们发的信了 我们很迟钝了 所以这个一定要修思想 死亡是一定的 死亡还没有定期的 随时随地的到达 修道要有这种念想 于是我们这种真为生死 去念佛的心才会提起来 要积累往生的资粮 资粮已经积累好了 随时可以启程了 不要到纳约三尺到来的时候 资粮没有了 手忙脚乱 好 进一步来说 你看这个四身如毒蛇 我们的身体是有毒的 有四条毒蛇 这四条毒蛇就表明这个四大 这比喻成在一个竹匣子里面 放了四条蛇 这个主人对这个蛇很关爱 天天喂食啊 关爱它呀什么的 但是竟然是毒蛇嘛 它是不知恩的 不报德的 你对它多么的恩养 它都会咬你一口 就像我们对这个身体 世大很爱惜啊 天天要营养啊 天天要这个保养 那个保养啊 你对它好不好 对身体好得很啊 它卖你的账吗 要你生病的时候 你不得不生病 要你骨折的时候 你不得不骨折 要你死亡的时候 不得不死亡 所以这个身体就是毒死啊 再加上我们的 这个世大事 设身啊 还有精神心理状态 受想行事 我们现在的受想行事 都出了大问题了 精神层面的 心理层面的 每天都是贪症吃万尼的 毒素的施放啊 再加上吃的饮食 喝的水都是毒素啊 一切化工产品都是有毒的 所以不是这个 前两年说有个断子 一个人在野外走 被一条毒蛇咬了 这个人 这个毒 这个人没有问题 这个毒蛇死了 那 那 那那个人说 你来咬我 你不早死吗 就是他的身体比他还毒 生罗毒死 如怨贼 如怨贼这就指五音 受想行事 五音 五音是遮盖我们的佛性 智慧光明的 他这个一遮盖 他就向冤家对他 向贼来结舍我们的功德法财 这个五音一来就让我们忘记了 或者疏远了 或者根本不在乎我们本有的佛性了 我们本有的慧命了 完全被他五音的这个所谓的捏爆身 这个生命 为他牵得走了 为他服务了 一辈子为他做奴才 为他做嫁衣场 奴怨贼 奴空聚 空聚指六路 设身相为主法 这个空聚就是 没人住的地方 表面这个六根 它是空的 无我的 无主的 那你这个空荡的聚落 你没有人在那里面 那些吃地汪凉 往往就聚集在那个地方 所以你这个进入这个六路的空聚 你不赶紧离开 就被这些痴媚亡粮 邪魔什么的给控制 受伤害 再看我们的生命 就是阴界路 本质上就是这阴五阴 阶十八阶 路十二路 就以这些来合成的一个假生 假名为生的一个生命 这个真相的呈现 是不是非常惊心动魄 我们要不要转变观念 我们要不要 还对这个身体 爱惜得不得了 贪恋得不得了 了解这个真相 我们就对这个 生起不可乐想 生起厌舍之想 对生命这么一个负面的描述 好像很消极 很绝望 现在提出光明的愿景 只有对这个捏爆身的厌世 才会生起对惠命奴来身的向往 而且这确实是大乘佛法的一个非常珍贵的地方 就在古老的当下 由奴来身 烦恼即菩提 生死即涅槃 海鸥水泡 当下就是大海 好 请看一下 诸人者此可厌患当乐佛身 所以者和佛身者即法身也 从无量功德智慧身 从戒定慧卸托卸托知见身 从慈悲喜舍身 从不思慈戒忍入柔和情形精进 禅定泄托三昧多闻智慧逐波罗密身 从方便身 从六通身 从三明身 从三十七道品身 从止观身 从十例事无所谓 十八不共法身 从断一切不善法及一切善法身 从真实身 从不放异身 从奴式无量 清净法身 奴来身 好 这就是正中分的第三部分 一切的生命的了解 一定要有辨别力 于此生起取舍心 生起厌心心 所以前面用种种的比喻 来开弦 叶爆身的种种负面的情况 空 无我 无常 无力 疏朽 怨贼 毒蛇 哇 这些没有佛言所见 说不出来的 一定是破身见的 正到二空的圣人才说得出来的 所以这些明言善知识 告诉我们 诸仁者 诸仁者就前面讲 这些国王大神 叹基的人 他是作为一切众生的代表 维摩西大师告诫这些叹病的国王大神 做仁者 这个身体是可以忧患验射的 忧患验射 如果没有一个新的目标指证 可能他就很消极 很绝望 只有跳楼了 我对我生命没有感觉吗 负面评价 但是当乐佛生 这里就提出了一个 惊心动魄的地方 应当共同地乐求佛的身 在我们苦恼的捏爆身上 却有着常乐的 清净的 庄严的佛生 为什么要乐求佛生呢 在属于整合 佛生是什么 佛生者 我们知道的一切众生 我们知道一切众生都有三生 法生 报身 应身 佛的身就是那个法生 也就是一切众生本具的正因佛性 在一切佛那里 以他的修德彰显了这个法生 成了万德庄严的佛 显现出来了 我等凡夫仲才在这轮回 这个法生 本具 但是隐在我们的五蕴 烦恼里面 没有显现出来 所以维墨基大师透过世纪 他的目的就是要赞叹佛生 这是一切众生平等本具的 以前前面讲的种种的过患 都是由于有这个涅爆生 老张哲学 都在谈人之大患 就在于有这个生 所以一切的大患由于有生 事故就应该乐求佛生 所以这个法生如何显现 不仅没有我们的涅爆生的过犯 乃至于可以断一切众生的疾病 何以过 我自己的病 其他众生的病 他的身体都是有无名贪爱 攀缘 生起来的 共同生起于这个色身 如果修正到了这个佛生 就不会执着这个虚幻的色身 你不执着这个色身 当下你的病 众生的病就终止了 这就断一切众生病 所以这个法生就是 一切众生本具的原名大觉之心 就是佛心 所以要得到这个佛的身 就得要发起 启发这个佛心 这就是要发 阿罗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他最终的落脚 所以落脚在这个地方 再看这个佛生 引在我们众生的五蕴烦恼里面 就得要靠修德来彰显 所以下面就用了十三条来劝勉 众生要修行 佛的奴来生的妙果 得要有相应的妙因 来相应 这因果才相符 十三条简单地说一下 这个佛生 就是能生的原因在哪里呢 从无量功德智慧而生 无量功德智慧 这就要修定慧福德了 无量功德智慧升起的报生 从五分法身而生 五分法身就是 戒定慧泄泄泄之鉴 也通释教的解释 从事无量心而生 这就是慈悲喜舍 要对一切众生 慈以为乐 慈以愉乐 悲以拔苦 一切众生的快乐 就是自己的快乐 舍就是对一切的回报 要使慈悲喜舍 是无量心 能作为奴来生生起的因缘 下面是从六度 六波罗蜜 乃至于足多的波罗蜜 这个通途佛法都讲 在这里不展开了 不失词皆忍入 精进禅定智慧 这个波罗蜜 还有这个禅定 包括四禅八定 这个三昧就是三三昧 修空无相无作 这些 从方便神 就是要 要施施种种善解 要方便度化众神 从六种神通 神就是 奴来生 天眼通 天耳通 他心通 宿命通 神主通 漏尽通 从三明生 三明就是六通里面 佛属正道的 更明利的 天眼明 宿命之明 漏尽通明 从三十七道品生 生文教讲三十七道品 四念处 四正秦 四儒一足 七觉分 八正道分 五根五立 这些法术 这些法 三十七道品 可以通 障通 别原始教 你这个障教是 生灭 三十七道品 通教是 无生 三十七道品 别教是 无量 三十七道品 那原教是 无作 三十七道品 从这里来生 从只观生 只观定慧而生 从十利四五数 为十八不共法生 这是佛的果地上的功德 从断一切不善法 及一切善法生 足恶莫作 重善复行而生 从真实生 就是这个奴来生 是无作的妙用 从实相真实里面生起来的 不能从虚假的心生起来的 从不放异生 不放异就是 一个发心的菩萨 从它开始到无量节以来的 全过程 都要念念不舍苦恼众生 余乐拔苦 如果你没有这个心 就叫放异 不间断了 余乐拔苦 这就不放异 从奴式无量清净法 这就是总结性的来说 以上说的这些足善法 就是无量清净法 就是现前一念心 居住实法界 当我们知道有奴来的身 法性 实相 正因佛性的时候 这在天台家就称为 是明治吉佛 你相信了 你就开始要有修德了 从本觉起始觉了 从信德起修德了 那这个 这就是一念戏源 佛法界 原来佛法界 奴来的身 是引下去的 那通过修这些 大小乘的清净法 尤其是大乘元教的清净法 就把这个佛法界 奴来的身 清净的净土 慢慢地把它显发出来 奴来身 三十二相 八十十一相 乃至无量的向好光明 是我们现前一念心本具的 好 这就是把正宗分 三个段落说完 再看最后一段 诸人者欲得佛身 断一切众生病者 当发阿鲁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奴是长者为默契 为主问病者 奴因说法 令无数千人 皆发阿鲁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好 那前面谈到 你当要乐求佛的身 提出这个佛身 这个佛身 就是指大乘元教的佛身 前面谈到 诸多的身体的过犯 你不指出有佛身的话 就容易堕到二乘之地 那就是断灭佛肿 所以指出大乘的佛身 奴来的身 这就建立了一个保守 五百游行的保守 所以这样它才值得 一些众生去心目 去求 那我们的生命当中 建立了 遇得佛身 这么一个目标 那这个众生的生命 就是不一样了 非常的尊严了 它就发菩提心了 要成佛了 那发这个菩提心 不仅仅是断自己的疾病 它也能够普及 一些众生的疾病 至他不二 而且一个菩萨 发心成佛的目标 就是要断一些众生病 只要一个众生 还在疾病状态 就好像一个父母 对自己的子女 子女病 父母病 子女的病好 父母也痊愈 同体的 所以就得要发 阿罗多罗三面三部的心 就是无上正等正觉之心 不是一般的心 由于维摩奇大事 这样的苦口婆心的雀勉 以及河畔脱出的开险 来探望维摩奇疾病的 无数千人 都发了无上菩提心 于是维摩奇疾病的 世纪的本怀 在这里 就得以圆满了 一切众生 借着发菩提心 而得救了 所以人的生命 本质不在那个 有生灭的命 而在会命 奴来生 佛生 如果前面说 当那佛生 人所生的缘由 提了十三种 那还是从大圣通图佛法术 靠自己去修 你这个五分法身 要自立 你要积累无量的功德智慧 乃至你要从真实心里面生 要断一切贺 及一切善 才能生起佛生 这是难行到 要求我们 莫法的 无助恶事的众生 虽然很好 叫我去修 我也没办法 好事好 我没有这个力量 于是在这里 有一个结晶 圣意方便 信愿成名 往生乐邦 即转夜报生 为奴来生 所以这个方便品 实际上 就是净土法门的一个组成部分 净土法门 它就是要生起佛生和佛土的 佛土就是净土 佛生就是净心 随其心净则佛土净 心土不二 对于 对于 智力切弱的众生来说 净土是尊 大慈大悲 和我们 慈悲的宣说 圣意方便的 念佛往生 念佛往生净度的 他的法门 这个男性 但你有求佛生的菩提心 你就会思维 我如何能够得到这个佛谷 通土 通土佛法 虽能好 自己没有能力 现在有一个 尽中之又尽的法门 只要从信心下水 由这个信心发愿 这个愿就是 燕离娑婆 心求极乐 那就这一品来说 燕离娑婆 心求极乐 可以具体地 从这个身体 自己这个 捏爆身的燕离开始 我这个身体 如巨木 如水泡 如羊燕 如芭蕉 三十六种不尽之物 如枯井 如毒蛇 这些你想明白了 燕离是不是出来了 没什么贪生怕事的 生了病 中小型的病 可以治一治 生了绝症 就是一心念佛求 那心求极乐 具体地 就是要心求 在莲花里面 单身的那个奴来生 十方世界 九法界众生 只要到极乐世界 都是要以那个莲花 作为脱身 脱质之属 这是一个玄妙的宫殿 我们的会面 是记录在那个莲花里面 莲花开放 我们是化身出来的 这一出来 就不是你现在 我们现在这个样子 丑陋不堪 那是三十二相八十水星号 指摩真金色 金刚拉罗岩的身体 跟佛的身体 平等不二 你看 进度法门 就有这么奇妙 如果通途 你要修卢来生 还要经过动经 五两节修 甚至那个 通教讲 那个三大阿湛奇 你断剑士 或成杀 或最后还得一百节 来修行向好 一百种福才成就一项好 三千二百种福才成就三十二项 叫千福庄严项 那如果用那个通教 这三大阿湛奇的菩萨来生 修一福都很难 什么叫一福 你把这个整个的 娑婆世界的瞎子 治疗都肤明了 能看到亮光人物了 你有这个本事 这叫修道一福 我们连一个盲人都治不过来 修一福都不容易 你没有修的那福报 就不会有那个向好 这个因果是相应的 那你说到的极乐世界 却是你从年化出来 就是佛的向好 阿弥陀佛把他修的那些福报 全都给我们了 果上恩赐 所以只要你深信 切愿支持阿弥陀佛的名号 感通阿弥陀佛的愿力 阿弥陀佛离命中时 慈悲兑现他的 结隐之愿 我们就登上了那个宝莲花 到极乐世界 七宝十八宫得水里面 莲花化身 就转我们这个 污秽的耶宝身 为万德庄严的卢乃身 所以我们看 唯莫及大事 世纪最后落脚 还是要落脚在 念佛往生极乐世界 这一点上 信解这一点 今神 你的生命 就得到了圆满的交代了 好 南无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增上